她的坐席距离金正恩更近了 观察家认为 这意味着她的地位其实得到了提升 6月12日下午 金宇正在板门店向郑义荣 转达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夫人 李基搞遗述的艳涵和花圈 图朝中社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 与正在板门店付出的时机 正巧赶上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 一周年之际 6月12日下午 在朝韩边境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格 金宇正身穿标志性的黑色西服套装 将一封金正恩亲笔鲜明的调宴涵地 交给捉对面的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 信中 对刚刚叙事的李基搞女士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夫人金正恩 献上了申请的哀词 一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 金与正和郑义荣第一次会面 当时 金与正作为金正恩特使前往南方 第一次向世界释放了朝鲜希望谈派解决半岛核问题的积极讯号 随后的4月5日 郑义荣作为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访问平壤 从金正恩那里拿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写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笔信 之后不久 朝美领导人会晤室宜就敲定了 此番金与正露面 是他被韩国媒体爆出 遭软禁传闻后 首次出现在国际场合 作息距离金正恩更近 上月底 韩国朝鲜日报等媒体 曾援引一名信员称 第二次金特会无果而终后 朝鲜大规模改组外交团队 之前的多数团队成员 包括金与正在内 分别遭遇撤职 劳改 软禁 甚至是处决的严惩 那段时间里 金与正 金英哲等人 连续数十日未出现在朝鲜官方媒体报道中 似乎也在印证这个讯息 金与正 金英哲等高层 在第十四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举行后 较长时间未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其实与金正恩在第二次金特会后露面较少有关 自5月9日 指导弦言及西部前线防御部队的火力打击训练 朝鲜最高领导人曾连续20天未在官方媒体报道中出现 本月 金与正已经第二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6月3日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 观看大型团体操人民的国家开幕表演的讯息 金与正坐在金正恩和李学主夫妇右侧的第一个座位上 陪同观点 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朱雍则挨注金与正就坐 韩联社分析称 这体现金与正的政治地位再次上升 这与朝鲜劳动党七届四中前会上的人事调整相吻合 在4月10日举行的这场会议中 虽然公开讯息中与会的金与正并未获得任何职务调整 但是此前金与正领导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股动部的下属 现任副部长先三十人乐团团长玄松岳 则得到了晋升 这位朝鲜著名女歌唱家 从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晋级为中央委员 考虑到金与正实际负责的工作 已经远远超出宣传股动部的范围 韩国媒体当时就推测秤 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玄松岳 将可能成为金与正在宣传股动部职务的继任者 该讯息今年6月基本得到证实 在朝中社和劳动新闻释出的一系列报道中 玄松岳成为陪同金正恩视察参观的劳动党让员 金与正的职务有了新的调整 但尚未得到血认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朝鲜人士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 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去年8月 他曾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金与正的日常工作 他所参与的事物 比我们之前所想象的要广泛的多 麦登称自己获得的信息显示 金与正在金正恩办公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长办公室 和国务委员长办公室 的一些政策小组中担任职务 在过去的两年中 他还是一个负责导弹和武器试验的决策团队的一员 6月12日 就金与正代表金正恩 向李基搞遗述传送燕寒事宜 朝中社在报道中提到 金与正郑重转达了金正恩同志 致故人家属的燕寒和深切慰问 在这次会面中 金与正还向韩芳确认了 他可以直接向金正恩传递资讯 韩芳代表郑义荣 在会面结束后向记者透露 他在会晤中请金与正向金正恩转达谢意 以及对朝鲜未派调三环访韩的遗憾 金与正随即表示 将转达给金正恩 除了金与正 被部分韩国媒体报道 下放劳动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 近期也重新出现在朝鲜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6月3日起 他数次陪同金正恩观看文艺演出 并在离最高领导人不远的位置就坐 朝美僵持状态 还将维持较长时间 本次金与正代表金正恩 向里基搞一数转交花圈和宴殿的活动 前期由朝韩双方 设在开城工业园区的联络办公室进行对接 这体现了双方交流的常态化 今年2月28日第二次金特会未达成协议而提前结束后 半岛局势并未迅速恶化 但朝韩朝美关系的走向 与去年同期相比已大相径庭 6月3日 金与正等陪同金正恩 观看大型团体操演出人民的国家 左起为李朱镕 金与正 李学主 金正恩等 图劳动新闻 我刚刚收到一封漂亮的信 6月11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记者时的一番表态 让外界看到了新的希望 据他透露 他一天前收到了金正恩的一封来信 内容非常私人 非常热情 非常友好 特朗普没有透露信件的具体内容 但表示我很感激这封信 这是自第二次金特会后 特朗普首次公布 他同金正恩之间有通讯往来 当被问及是否会有第三次金特会时 特朗普一改此前的积极态度 紧含糊地表示 他将进一步观察局势 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同日透露 美方在第三次金特会上的无核化立场不会改变 当朝鲜准备好第三次会谈时 我们也就准备好了 博尔顿表示 他们仍将不得不放弃核武器 6月11日 联合国秘书长向各国代表分发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于本月4日释出的谈话 谈话指出 过去一年 美国只是坚持让朝鲜呆方面交出核武器 并要求特朗普政府必须放弃目前的算计方式 采取新办法来与我们进行接触 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再次警告 2018年6月12日 朝美联合宣告是仍将有效 还是变成一纸空文 目前将取决于美国如何对我们公平合理的立场做出回应 外界预测朝美双方僵持 等待对方转变态度的局面 还将维持较长的时间